我们工作多了会累 会疲倦 因为我们有七性动力 我们常常还挂住这个身体 所以它就有疲倦 把身体忘掉了 没有疲倦 身体像一部机器 就听你使唤了 24小时日夜不停地工作 没有疲倦 机器要加油 它才能发动 这身体要给它能量 能量从哪里 从心来 从念头来 这个物质现象是意念变现的 意念给它的能量 这个意念 极善的意念 是从心得里头流出来的 这真地意念 这个能量 取之不积 用之不尽 那是本能 不是向外头来的 佛说 智行一出 五四不万 我们的能量 脑费了 为什么呢 心散乱 能量跑掉了 佛教我们 集中 念头集中在一处 那能量就不跑掉 念头集中在一处 这个能量非常强大 这个能量非常强大 经典里头告诉我们 欲界天人 有财色明实水 我越 越往上面去 越淡薄 四望天 有睡眠 有隐私男女 有睡眠 陶里天也有 比四望天淡 夜魔天也有 斗帅天 越上去越淡薄 到他花子在天 很淡薄了 几乎没有了 要用我们现在话说 他只带一点吸气 他没有这个念头 如果设施到 粗禅天 吸气都没有了 他烦恼没断 禅天功夫付出 念习气也付出 夜魔 以上都修定 叫未到定 跟粗禅 还差很多 真正修成的 那就是粗禅 二禅三禅 一层比一层高 一层比一层殊胜 所以这五样东西 不是真的 是可以完全离开的 就是财神明是谁 都可以不要的 这会麻烦 浪费多少时间 浪费多少精神 在这上去 所以修行人 越简单越好 能够把念头 集中在一处 阿罗汉出去脱离 一个星期一次 他就够了 辟致佛出去脱离 半个月一次 换句话说 他一个月 只吃两顿饭就够了 精神就饱满了 我们今天 这个难关不能克服的 是什么 知足 每天三餐吃习惯 一餐没吃 就饿得慌 就过不去 这病从来的 从念头来的 你有这个习惯 到时候 他就发作了 如果都忘掉 忘掉没事了 这些地方 我们细心去体会 能观尺子 尺子兜 了解了 佛经上讲 这是事实 我们人可以做事业 忘年越少 消耗能量就越少 所以他得定了 得定算 他没有消耗的 能量他不消耗 修禅定的人 仆床上一座 七天七夜 出定的时候 精神饱满 七天七夜 没吃饭 没喝水 精神和十足 虚音老后人 年仆 记了一段故事 过年 他在锅里头 他住毛棚 住了鱼头 住了一个鱼头 还没住书 他在旁边打坐 若定 他也不知道多久 庙里头的人 说睡了 半个多月都没有看到他 他到哪里去了 到他毛棚来看他 他在那儿打坐 仔细一看 若定 拿个引擎的耳朵 敲一下 这就叫做出地 他就醒过来了 一看到 哎呀 你们来得正好 我烧的这个鱼头 大概烧好了 我们一起来吃 过意揭开 鱼头 长草了 这怎么回事 也告诉他 半个月了 他说 我感觉的 只有十几分钟 这一时差了 定中感觉的十几分钟 这个时间已经半个月了 这不是假的 这也不是虚人老后 是一个人 很多人都可以做到 但是现在修成 连这个功夫都做不到了 为什么定不下来 杂念妄想太多 定功 先去的条件 就是把念头放下 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 什么念头都没有 才能若定 所以 真的是 无忧疲